人声鼎沸的足球场里 观众们正在为了双方球员的表现呐喊欢呼 却不知球场上方正上演着一出激烈的摩托追击战 而场馆的一侧也早已被人布置了炸药 在比赛进行到90分钟时便会产生爆炸 麦克是一名退役特种兵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一次币国 看望牺牲战友的妻子和女儿丹妮 这天他按照战友医院带丹妮去看足球比赛 与此同时一伙恐怖分子也潜入了场馆 他们是阿尔国一场动乱革命的余孽 领头人便是革命领袖迪米特里的弟弟阿尔卡基 他想要找到假死的迪米特里带他回到阿尔国 借他在组织里的影响力继续发动革命 但他并不知道迪米特里的具体位置 于是便暴力占领了场馆指挥室进行人脸搜索 并切断了场馆内所有人的对外通讯 麦克暂时离开场馆去给丹妮买热狗 叛逆器的丹妮趁机去找了自己认识的男生 麦克回来找不到丹妮向工作人员法萨尔求助 热心的法萨尔便准备带麦克去往指挥室 法萨尔在电梯里发现守卫不对劲 麦克和假守卫的对抗一触即发 在狭小的电梯里展开了激烈的肉搏 麦克在法萨尔的帮助下拿到枪干掉了对手 两人由此发现了恐怖分子和炸弹的存在 麦克设法用对讲机向警方讲述了这里的情况 但因为控制室的否认 警方只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来自警方的确认电话让阿尔卡基发掘了破坏者 他立刻派出两名下属去追杀麦克 麦克让法萨尔离开去看台上找丹妮 自己在厨房跟两名恐怖分子展开大战 他设计让其中一人引火上身 但另一个壮汉身材高大十分难对付 千军一发之时他咬牙将手伸进油锅抓住一把刀 狠狠地插进了对方的脖子里 他把其中一人的尸体连同炸药一起从高处抛下 巨大的骚动终于引来了警察 而阿尔卡基的德里女杀手亲眼看到惨死的情人 一心只想杀了麦克替壮汉报仇 阿尔卡基看到被警察包围指挥下属攻占演播厅 用公共直播向警方提出条件 命令警方交出迪米特里否则就引发爆炸 警方指挥官正周旋时 照探员赶到现场 揭露了恐怖分子的身份以及他们的目的 并警告如果让阿尔卡基得逞 将会引发一个地区的动荡 麦克和找到了丹妮的法萨尔会合 找到了炸弹的位置 但唯一能取消爆炸的控制器还在恐怖分子手里 麦克跟警方沟通后提议自己去找迪米特里 条件是让丹妮和迪米特里一起离开场馆 警方表示同意并派出直升机准备接应 麦克在路上遭到了恐怖分子的围堵 情急之下只能弃摩托突出重围 恐怖分子的领头女杀手立刻率中追击 两人在场馆内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 麦克慌不择路完全跑错了方向 错误地骑着摩托上了屋顶 毫不知情的观众还在为比赛新潮澎湃 场馆顶上的角逐也在枪声中愈发激烈 终于女杀手不慎摔倒 麦克破釜沉舟从18米的高台上一跃而下 摆脱了追击还成功找到了迪米特里 两人从重重包围中杀出了 丹妮却已经被女杀手劫走 赵探员舰合作不成命令警方杀掉迪米特里 麦克只好带迪米特里躲了起来 阿尔卡基用丹妮的性命威胁麦克 麦克假意妥协提出在天台交换人质 自己装作迪米特里换下了丹妮 迪米特里带着丹妮跑下屋顶 却依然被拦在了阿尔卡基下属的枪口前 麦克败露后和阿尔卡基撕打起来夺走控制器 眼看就要杀掉对方女杀手又横插一脚 两人一番激烈的肉搏后双双从高处滚落 女杀手被捅穿腹部已然没救了 这边迪米特里被带到了阿尔卡基面前 阿尔卡基让迪米特里杀掉丹妮以示诚意 迪米特里为了不让他得逞选择了自杀 阿尔卡基疯了一班打死了下属 离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 麦克立刻联系法萨尔让他疏散爆炸范围内的群众 可观众正看得兴起根本没人理会法萨尔 法萨尔只好装作暴乱者把他们吓走 这时大屏上突然出现了阿尔卡基的脸 他拽着丹妮扬言要拉着所有人一起陪葬 场馆的一角立刻在冲天的火光中坍塌 麦克看着一片火海的控制石跪倒在地 在四散的人群中崩溃大哭 正绝望间他注意到了大屏影像的时间 明白了视频是提前录制的 阿尔卡基和丹妮并没有死 他冲进人群找到了正在呼唤他的丹妮 丹妮用头撞向阿尔卡基让麦克将其击毙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掩护固执老太太的法萨尔也幸运的安然无恙 几人终于成功阻止了恐怖分子的阴谋 拯救了场馆内千百人的生命